字幕翻譯 字幕翻譯 哈囉大家好,我是Tako 那今天我想為大家介紹 Honda的CBR150R 在上個禮拜呢 我有先PO一部 我第一時間試乘的心得分享啊 下面留言也是挺豐富的啊 有人說本田就是盤子喔 也有人說 至少不會出現在水溝裡就好了 反正就是很多留言啦 那今天我就來為大家好好介紹一下這台 CBR150R 對他有興趣的一定要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外觀的方面 車頭部分是使用一貫性的 CBR家族Fireblade的造型 非常帥氣的火之刃 但這個造型呢 他是完全複製 CBR250RR的外觀 很流線的車頭設計 看過那麼多仿賽的我 還是覺得這個造型 真的是數一數二的帥 不論是向前途徑的車頭造型 或是那神似天空龍的大燈樣式 都讓我在看到他的第一眼時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相信有很多人的感受跟我一樣 怎麼會有那麼帥的車啊 這個外觀真的是絕了 那確實 CBR150R也是我認為在白牌三巨頭中 顏值最高 且最獨特的一台 頭燈是使用反射式的LED燈距 近燈是在內側 遠燈則是在外側 在上方還有兩條 非常帥氣的日行燈 這個燈距樣式真的很特別 造型很有侵略感 也更有那種大車的架式 照明亮度也OK 夜先行駛在道路上也能提供不錯的照明效果 一般日常使用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再來車體側面的造型也是延續了車頭的設計 使用了非常多流線及銳利的線條 讓150R的戰鬥氣息又提升了一個檔次 而在整流罩上方也設計了非常多的進氣口 雖然這些進氣口應該比較是外觀取向的啊 不過還是看得出設計師的用心啊 整體的車格完全不遜色於一些大車 下方引擎也使用Honda一貫性的金色烤漆 既低調又不失質感 往上看 CBR150R的油箱造型也是非常的寬大飽滿 油箱也蠻好夾持的 但有一點 就和之前我說過的CBR500R一樣 油箱上面的logo是彩繪上去的 那在CBR150R上面直接就變成貼紙了 如果這裡能使用圓形的立體式蓋 我相信整體一定會更有質感 不過那好像是RR專屬的啦 雖然沒有立體式蓋 但在油箱的前方還是有一個正方形的 Honda標誌 這也是直熱啦 CBR150R整體的外觀 我個人還是非常滿意的 再來車尾的部分是向後延伸並上翹的造型 左右也有做一些鏤空的設計 整體看上去非常有戰鬥感 我所騎乘的這台還有改短牌架 讓整個屁股又變得更俐落 整體來說 CBR150R的外觀我覺得是三巨頭裡面最帥的 本田果然不會讓大家失望啦 顏值最高最有特色 就是他了 尾燈的部分是使用LED燈具 樣式也和250RR相仿的設計啦 外型搭配整個尾部非常一體 既簡單又帥氣 LED的亮度也很OK 辨識度相當不錯 方向燈的部分也是使用LED燈具 造型短小俐落 亮度也很好 一般日常使用完全沒問題 燈具的部分我個人非常滿意 儀表方面是使用全數位的液晶儀表 樣式還不錯 有檔位 轉速 時速 油量 里程 以及時間 雖然這個儀表設計也不錯 但尺寸真的是偏小啦 還有亮度也是很不足啊 大太陽底下要看 真的有點吃力 而且還會反光到靠杯 日常使用上有一點 不便啦 儀表部分我個人就覺得有待加強 座高方面 這台車座高是782mm 我身高175 坐上去可以很輕鬆的平踏 他的座高真的非常低 很平易近人 車重也只有137公斤 所以你是新手或者是身材比較嬌小的騎士 你可以很放心的來嘗試CBR150R 保證你很快就能習慣 並沉浸在騎乘的樂趣當中 椅墊的部分 個人乘坐感很好 非常寬大又舒適 整天騎下來完全沒問題 後座部分 雖然是仿賽的外觀 但椅墊面積還蠻大的 坐起來勉強可以啊 當然跟街車的話當然沒法比啊 但如果你是要跟R45或 GSXR150比的話 那真的是好太多了 在三巨頭中呢 他應該是 做起來最舒適的那一台 如果你是要載人又要仿賽的話 那就選CBR150R 準沒錯囉 排氣管的部分 造型還OK 不過我覺得有點略長 那值得慶幸的是呢 他沒有一片很醜的防燙蓋貼上去 而是在前方還有做出壓花的紋路 所以整體造型還不錯啦 升浪的部分就是一般的單缸升浪 我覺得普普通通也非常小聲 這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在進入動態之前呢 我想為大家介紹一下 位於土城的巴洛克重車 那裡有提供新車和中古車買賣 道路救援還有基本的維修保養 重點是呢 他們有在租車 而且不限里程 也不用簽本票 價格都蠻合理的 全店也是使用米其林的輪胎 那雖然他們車輛選擇沒有很多 但真的是有在顧啦 我這次所介紹的 CBR150R就是他們提供的 整天騎乘下來的感受也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平常會租車 或是新手想租出看的話 我非常推薦大家 他們也不定時會辦團體出遊 有興趣的話 連結我放在下方說明啦 歡迎去看看 那我們就回正片 講到那麼多 這台車騎起來是什麼感覺呢 採用水冷式行程單缸引擎 排氣量149cc 最大馬力17.1匹9000轉 最大扭力1.4公斤米6500轉 剛跨上這台車我就有一種 非常熟悉的感覺 沒錯 就是CBR500R CBR150R也和他相同 離合銜接很快 起步非常有力 騎起來溫訊好上手 不同於同級距的另外兩台車 R15和GSXR150 他們動力曲線都是比較偏向高轉的 意思就是 轉速要拉到比較高 動力才會爆發出來 反之呢 起步和低轉的時候 就會比較沒力 但CBR150R就完全不同 離合鋼接上的那瞬間 你就能感受到 滿滿的扭力 一補油 則是會讓整個動力給釋放出來 完全不用擔心起步會熄火 因為他真的非常有力 而且操控起來也很容易喔 比起其他兩台高轉取向的車子 充沛的低扭反應 搭配線性的動力曲線 我覺得是更適合新手的 那他也有配備 滑動式離合器 不論是進檔或是退檔上 都更為順暢 不過由於他是單缸車 而動力又設置在前段的部分 導致他高轉的時候 就比較沒力啦 而且震動非常大 所以你也不會想要拉高轉起來 因為那個真的有點不舒服 總之呢 就是騎帥不騎快 如果你平常都是 順順騎車 很RV 喜歡悠哉的享受風景 那CBR150R絕對會非常的合你胃口 油箱容量12公升 油耗因人而異 不過騎150R的應該都是 順順騎居多啦 所以大概都可以在40以上 蠻省油的 汽油原廠則是建議家95 單缸車來說 150R的油耗 也是可以令人滿意的 前懸吊是使用SHORE的 SFF BP倒立式前叉 後懸吊則是單槍多連桿後避震 這組懸吊帶給我感覺就是偏 舒適取向 看起來蠻運動化的 但還是軟軟的 不過以 CBR150R的 設定取向來說 我覺得蠻OK的 偶爾小跑一下 或在日常使用都是 沒問題的 卡鉗的部分 前輪是使用Nissing的單向雙火塞卡鉗配上279mm的浪花碟 後輪則是Nissing的單向單火塞卡鉗配上220mm的浪花碟 前後都有配備ABS的防縮時煞車系統 這組煞車手感普通 我覺得都偏軟 日常順順騎的話 堪用 但如果你要再騎快一點的話 建議你自動的部分一定要升級一下 總結來說 CBR150R就是一台 里外反差很大的車 看似運動化又兇猛的外觀 以為是戰鬥感爆棚的 運動防賽 但實際騎乘之後就會發現 他打從骨子裡就是 為了舒適 好上手 任何人來騎都可以 無負擔無壓力的一台跑綠車款 沒有要你去比快 也沒有要你殺彎 純粹享受舒適騎乘所帶來的樂趣 簡單來說就是騎帥不騎快 但如果你要騎快 激烈操駕甚至拉高轉 也不是不行啦 只是其他兩台車 R15和 GSXR150會更適合你 CBR150R的定位非常明確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有著 超殺防曬外觀的街車 雖然有些人會說他比較沒個性 騎起來很無聊等等的 但我覺得 每一台車都有他獨特的樂趣 就看合不合你的胃口 以及你能不能體會到 騎過那麼多大大小小仿賽之後 我依然覺得 CBR150R是一台很不錯的車 如果你是RV騎士 只喜歡仿賽外觀 但完全不想要趴著騎 有商在需求 喜歡長途旅遊 甚至每天通景的話 那你可以來試試看 CBR150R 我覺得他一定會 非常適合你 這次所介紹的 CBR150R 水貨商的售價 約為18.3萬 HRC 力爆式配色 約為18.8萬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這價格 也就會覺得 也太貴了吧 買的人都是盤子 確實CBR150R相較於同級巨的車款 配備既沒有那麼豐富 動力也沒有很大 但他卻是最貴的 不過我覺得 他自有他的市場 買車就是這樣 今天你買這台車 可能是為了他的性能 可能是為了他的後勤 也可能是為了品牌 也可能就是 我就喜歡 好不好 所以 責你所愛就對了 如果今天這台車 你非常喜歡他的各項配備和定位 都跟你想要的 完全匹配 又有能力負擔的話 那我就覺得 買就對了 也不存在什麼盤不盤的問題了 在別人眼中 你可能買貴了 但車是自己要騎的 又不是要給別人騎 乾你屁事啊 所以自己喜歡才是最重要的啦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的 CBR150R介紹 如果你對這台車 還有什麼疑問 或是有哪些地方講錯的 都歡迎跟我說 那對他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 巴洛克重車 猪猪看喔 還想看到我試什麼車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是Taco 別忘了訂閱 和追蹤IG喔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 我下部影片見 我下部影片見 看 我下部影片見